超羊听到说,如果自己率先,废除用生人殉葬可以一箭双雕,当堂眼都睁大了。 素群看一句神识,知道他已经入局了,于是不放不忘地继续说话, 大人,你试想一下,如果不再用生人殉葬,是由老夫人开始,那不单只使老夫人既可以享受阴间的清静,又增加了他的阴德, 而对大人来说,既可以彰显大人你是多么仁爱慈厚,又好生之德,又开了楚国疑风逆族的仙河, 将来在楚国一定名留清史,得行千秋。 听到这番说话超羊的心一动,素子说得很对, 只不过,这件事非同小可,不如等在下,和族人商量一下吧。 哦,是这样啊,素群点了点头,他看看跟在自己身后,公子惠,公子张, 这帮各国公子,好理解地向超羊泡泡拳说, 哎,看来,你们楚人果然是逐大于国,照道理来说,大人是楚国领寻, 你在楚国已经在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,而且不进行人殉, 这个是大人的家事,就算楚皇陛下,也都是边墙莫及,没有办法管得到你, 哈哈,原来最难的是大人,怕着被族内的人飞翼。 这几句显然苏秦的激将法,一帮富士的心领神会, 大家用非常诧异的目光,就钉实超羊, 超羊见到这么多人敢来望着自己,显然落不得这块面, 他即时向外大声说,来人, 那总管刑财走进来,超羊马上就说, 将那三十六个同男同女,同一个全部把他送回家, 每人似一饼金,以事安抚, 刑财听到不如大惊失色,看着超羊, 但是看超羊的面色,一点都不像是讲笑的, 他只要点头答应,快步离开, 过了一阵,果然听见的刑财, 在吩咐家丁迅速将那十八仔抱回家, 素秦为了稳定起见, 还特意再坐久一点, 估计那十八仔全部都送走了, 这样才和各位富士起身告辞, 回到日本途中, 公子会是由冲赞叹, 素子,你把口真的厉害, 三言两语, 傾客之间, 就在府口那里救了这么多十银仔出来, 素秦叹了一口气, 楚国的风俗落后如此, 救些十银仔二, 救楚国就难得多了, 大家听到都觉得奇怪了, 为什么你这么说呢? 楚国还有这么多漏俗, 可以说的积重难返, 第二天早上, 楚国皇宫宣布, 宣各国合纵士, 前来入宫近见, 素秦带上五国富士, 又去见到太子洪怀, 由于令允超阳府中, 正是为光君夫人办丧事, 所以超市一门, 大家都没有上朝道, 自从超阳做了这个令允之后, 他是任命了自己很多亲族, 担任各府的要害职务, 所以, 现在超市办丧事, 整个朝堂当堂走空了一大本, 因为这些都是超市族人来的, 素秦他们扣建了殿下之后, 然后就将中原五国的国书, 和合纵请求的约书, 递给太子洪怀, 洪怀看完仔细看过之后就说, 各位, 既然中原各国都已经加盟合纵, 楚国应该也跟从, 不过, 大家都知道, 我现在只是身为太子, 这些关乎到国家气运邦交的大使, 还要和大家商量, 以下品告父王, 三日之后, 或者就有决断的了, 各位远道而来, 这个时候正好趁机休息一下, 顺便可以品味一下楚国的风情, 说完之后, 他转转头, 对自己的亲信大臣近相就说, 近爱卿, 苏子和郭郭公子要由你款待, 千万不要怠慢, 近相就即时令子带着苏秦他们出去, 洪态处理过其他的朝政大使, 马上就带上合纵约书, 即时摆架张华台, 向楚威王品告这个合纵的事情, 楚威王接过那份约书, 躁躁立了一眼, 都不等太子洪怀仔细讲完, 就很不耐烦地打断, 他说, 好了好了, 你们这些小事都来品告, 拍一声, 将合纵书的那份竹简, 扔了到地下的树, 然后轮转身, 回到后宫, 洪怀一见到这样的情形, 当同整个呆烦, 足足有成小半珠香的时间, 大约现在十几分钟, 他简直, 他脑里面一片空白的竹都不识动, 喂, 五国合纵士, 一起来求见你, 递送这份中原五国的合纵约书, 这件是事关邦交国差的大事来的, 这都不算大事, 什么才劝大事呀, 啊, 为什么自己这个富王, 金云呢, 好像是什么事都不上心的, 那他在挂着的究竟是什么这么大事呀, 在旁边有个内侍臣, 看到洪怀整个呆烦, 他偷偷左右望下, 看到没有人, 这样才细声对洪怀说, 太子呀, 你有所不知, 过多几日呢, 各位由蒼鹏山来的先庸, 练成的不死丹就要出炉了, 闭下的心呢, 现在整天挂的都是这件事, 所以其他什么事呢, 他都不顾得到的了, 殿下, 你不如回去影刀先, 过多几日, 等陛下的仙丹练出来了, 然后再品咒这件事都不迟呀, 有关于蒼鹏子的事情, 洪怀都听过一下的, 现在被内侍臣点醒了, 就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, 他点点头, 接过那份约书, 收回入三袖笼里边, 然后多谢那个内侍臣, 另转身, 哎, 无精打采, 闷闷不乐地, 就落了张华台了, 回到楚国影都都城, 在皇宫里边, 太子洪怀再不提合纵的事情, 苏秦整班人呢, 在役馆里等了三日之后, 还没见到这个太子殿下来宣照的, 也都不见到近上路面, 几个傅士的心就有点急了, 正在帆门之间, 隐隐约约, 看到苏秦在那里弹琴, 大家就不约而同, 来到苏秦住的房间, 见到众人入到来, 苏秦这样才停住了琴声, 哈哈, 各位, 为什么呀, 这么有吓气来听在下弹琴, 好, 坐, 坐, 这帮人之中, 公子昂的脾气最急躁, 特使大人, 喂, 你这搞什么鬼呀, 啊, 现在人家见都不见我们, 你居然有闲情那些弹琴, 哈哈, 请问公子, 那我不弹琴, 你叫我做什么呢, 是啊, 还需要问的吗, 更是上电找他们了嘛, 总之呢, 初过的想合纵, 那就一于快点谈好它, 不想合纵, 大家一拍两散, 今天已经第四日了, 他说等三日有个决断, 现在不但音信传无, 连近上那些东西, 他都不敢碰头, 今天诚心要玩我们嘛, 众人大家的心都有一点火的了, 听到公子昂的说, 就一起用眼光的体质骚蠢, 骚蠢笑一笑, 各位, 如果用个比喻来说, 我们是求亲, 就不是来逼亲的, 人家不想见我们, 如果你厚着面皮, 硬硬闯公门, 激怒了坐人, 这样, 反而很可能被他们打出皇宫, 这个假, 豈不是丢得更加之大? 众人听得都一起笑起上来, 公子昂听到呢, 想一想, 也都觉得好笑, 好了, 素子你喜欢弹琴, 那我们做什么好啊? 那你们就来听琴咯, 不过几位公子听惯了高雅之曲, 在下在那乱弹弹, 或者琴音, 就不是那么容易入耳, 那如果大家都得闲无聊, 在下带你们去一处地方, 听下坐风坐岳来, 怎样? 这几位富士都是世家公子来的, 对于声色玩乐的东西, 谁不喜欢啊? 一听到苏秦这么说, 人人都卓弱起来, 于是就纷纷避好车马, 跟着苏秦, 来到一处非常巨大的宅园, 大家单独一看, 居然是楚国的佐斯马虎, 各位, 前面我们都讲过, 楚国的八大世家之中, 除了红家, 现在已经成为王族, 即是楚王一墨之外, 其他几个世家里面, 最有影响力的, 本来是景家, 超市, 屈市, 这三大家族, 照道理来说, 原来景氏一家, 因为有景社, 是做了当朝令运, 景社的子景俠, 又紧紧在超阳之下, 也握住一方军权, 所以本来景氏家族的势力最大, 谁知现在景社死了, 景俠又因为在敬山之战之中, 被旁军所杀, 所以现在和景氏一家, 撑着门面的, 只剩下景社的长孙景取, 这样一来, 当和景氏的势力, 就立刻弱了很多, 现在被超市后来居上, 尤其现在超阳, 还做了楚国灵魂, 更加权倾一方, 在其他几个大家族里面, 剩下的就是佐司马屈氏一家, 佐司马屈母, 原来和超阳平起平坐, 超阳大军, 是防备着齐国魏国, 而屈氏, 就是由屈母大军, 在商与附近住宅, 防备秦国, 以及巴蜀之地, 所以, 可以说, 原来超阳和屈氏, 是楚王一左一右的两条被驳, 现在呢, 当然, 超阳水涨船高, 但是屈氏家族呢, 虽然未动分毫, 但是, 也都绝对不可以被人轻视, 一班公子看到, 苏秦现在是拜访佐司马屈母, 咦, 大家心想, 难道苏秦心里面, 又想着另一条街, 求屈氏帮忙, 说服楚王, 加入合种, 但是, 苏秦行事呢, 一向都是出乎众人意料之外, 所以大家都不敢立乱估, 又跟着苏秦, 遞了名帖之后, 跟着就在屈母, 和她的长子屈概的迎接之下, 一起入到大厅之中, 分宾主坐落之后, 屈母看着大家一眼, 各位特事大人, 光临寒舍, 使得在下不声荣幸, 在下, 只是一介母夫, 见识浅薄, 希望各位过得来, 多些给你教会我, 苏秦他马上拱手还你, 你说, 司马大人客气了, 在下和这几位公子, 刚刚来到楚国, 没耐, 一切都感觉到很新鲜, 来到影都之后, 在下本来想领略一下楚国的风采, 但可惜, 因为人家生疏, 不敢乱走乱撞, 每天闷在液馆里面, 哎呀, 大家都已经觉得很烦闷的了, 在下, 好喜欢听音乐, 我听闻楚地的歌舞, 和钟原不同的, 又听说司马大人, 对于楚乐, 心有造谊, 所以, 一时之间, 慕眉拜访, 特地来求交, 几个公子听到, 可以来这里听到特别的楚乐, 都一起跟来, 我们这些不足之客, 希望, 有关失礼之处, 请司马大人原谅, 屈母一听就笑, 素质那样讲笑, 在下是粗人一果, 一向以来, 我又懂得弄枪洗棒, 讲到弹琴唱歌, 音乐你家夜, 绝对不是我所长啊, 不过, 各位大人, 既然是特意登门, 要来欣赏我楚国的音乐, 如果我再多作腿堂, 那, 今天见到我屈氏小气, 也都是怠慢贵客, 好彩, 又这么巧时, 就这么巧, 在下有个堂枕, 在我屈氏家乡中来, 他年纪虽然轻, 但是, 人非常聪明, 而且有熟悉楚国的音乐舞道, 对于, 诗, 耻, 父, 也都是非常擅长, 在我们乡下, 这个年轻都算是个才子, 不过相比各位中原, 雅氏, 哎呀, 这绝对不能的相提并论的, 难得这么在雅氏光临, 希望大家指点一下他, 给他增长一下见识, 然后转转头, 对屈氏说, 啊, 他叫屈元礼, 那各位, 大家没听错, 即将出场的这个人文, 在《战国中环》的这部书, 后半部的故事里面, 也都曾经发生非常大的作用, 这个, 正是后来流传千古的人文, 屈元, 只不过, 这位, 在几千年后依然为人所乐道, 所尊敬的伟人, 现在呢, 就是个年轻年轻, 屈概出门之后, 没多久, 就带了个年轻仔入来, 这个年轻仔虽然他心里面有准备, 说出来客厅去见客人的了, 但是, 一见到突然间就多了这么多人, 都不敢吃着惊, 他首先是对屈母作出一句话, 不肖侄儿, 见过客户, 然后, 再逐一向苏秦各人行礼, 万生屈元, 见过各位大人了, 搜寻他们各人, 向这个屈元, 紫紫细细地打亮了翻, 见这个样子, 微青木兽, 但是, 如果你留心看看, 他面上面还有很多, 十蚊仔的志气, 头上面呢, 也都没带有成年人的官帽, 看他过头, 虽然和公子张的不相上下, 但是显然呢, 就还有牌高的, 那一看, 各人都心中有数, 这个人, 还没行成人的官礼, 可以说都算是个十蚊仔来的, 啊, 这样一个愚臭眉干的十蚊仔, 屈母居然当着这帮公子, 和苏秦这个当世才子, 说他, 不单只熟悉楚国的音乐歌舞, 而且诗词歌父都非常擅长, 还要向苏秦他们推荐, 啊, 那真的令人吃惊, 看来, 这个屈原, 如果真的好像屈母所说, 那他就不单是才子, 还算是神童, 地马, 还是神童啊, 雁雅, 那他就不需要, 都有些, ера 偶射, 还是神童, 是神童,